张先生这辆奥迪A4是2008年买的 目前已经开了15万公里 5月31号傍晚 他把车送到杭州前唐新区 这家图湖养车工厂店做保养 等了一个多小时打算去取车 结果还没有动身 他先接到了工作人员的电话 他说这个发动机好像出现问题了 保养完之后对吧 肯定要检查车辆的 启动大概一分钟左右 然后车子就抖几下就熄火了 第二次就是打不着光 就打一下就里面小嘛 从那以后张先生的车 就停在图湖养车的工位上 再也没有动过 目前发动机的盖子还是打开状态 少店长指了指这个齿轮 表示目前的故障跟这个齿轮有关 图轮轴的齿轮 因为机械键嘛 十几年了也十二年了 十几万公里 所以时间长了可能磨损了对吧 这也很正常的 发动机上两个相同规格的齿轮 各在一边 从外观上看 两个齿轮的轮齿长度明显有差距 我车子还是正常的一个行驶 正常行驶开过来保养的 对 是正常开进来电的 那现在它保养完了以后 它说我这个车子坏掉了 我觉得这个 于清于你也好 反正我觉得这个 要他们这个店里来承担这个 张先生拿出手机 上面有图湖养车的预检报告 和施工报告 张先生说 那份施工报告里显示工作人员检查了发动机 可当时并没有异常 所以他怀疑 会不会是保养时操作不当 导致发动机损坏 做完保养之后 然后客户签字 他那个还没签字 预检的话 只是说公里数登机一下 然后全车车漆啊 对吧 轮毂啊 有没有破损 他是检查这些的 预检就是相当于施工之前检查的 这个跟发动机 因为它对吧 它里面是个链条的 它预检 你外观看看 肯定看不出来什么呢 至于保养流程 邵店长表示 他们都是按照公司标准进行操作 不存在操作不当的情况 双方之前沟通时 邵店长给过张先生一份报价单 维修下来要5000多块钱 张先生希望这笔钱由涂湖养车承担 邵店长表示 他们也想搞清楚 发动机内部会不会还有什么问题 最好对发动机进行一次鉴定 明确一下责任 双方最后约好 过几天先去消保委做一次调解 188红金眼记者报道